冰川崩落 难道是雷神之船 这是Cafeora夏天的样子 积雪消融露出大片鹤土 在两亿五千万年前 从二叠季甚至三叠季的交界过程中 曾经发生跟类似现在 非常相近的气候暖化的现象 那现在的这个过程跟当时很接近 我们每一年消失的物种数量 甚至比当时还要来得快 我们有些科学家称为 现在叫做第六次的大灭绝 原因就是人类所引起的 北极北欧神话里众神的国度 当我们逐渐靠近冰川 轰隆隆的声响 让人产生错觉 像是天上的雷神大作 神话中这里也是雷神索尔的故乡 冰川崩落难道是雷神之船 神话总是充满想象 极地的壮阔景色 让游客赞叹不已 却忘了我们的地球 正在面临一场气候危机 北极圈被强国包围 加拿大、美国、俄罗斯和北欧各国 为了探究气候变迁 为人类找出调试和减缓的解方 来自全球的科学家们 投入极地研究 但这不只是科学 更是对未来北极资源的 卡位争夺战 台湾位在中纬度没有缺席 我们跟着科学家的脚步 一起踏上了北极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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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床 这是一个礼拜的补给 侧站的用电 我们现在从斯瓦巴出发 跟着台湾来的科学家们 准备一起进到北极的科学研究站 进行冰川地形的研究 而这也是台湾在整个极地研究上 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现在从这里出发 船程大概是四个小时左右 我们从斯瓦尔巴的朗伊尔城出发 目的地是Cathura 科学站这个地方并没有港口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快艇到科学站这附近之后 去在外海一点点的地方停泊 然后再用小艇来接驳 因此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们有这个桌子我们可以抬起来 我认为我们可能需要几个转换去 这是一个小步,所以我们可以开始走 这是 professor Irek Sobotta,他就是一个总统 这是一个大的总统,这是一个第二个总统 所以 Irek在七天会会是你的主席 Sobota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来自波兰的哥白尼大学 这是Kefiora唯一的研究站 1975年成立,从最早的货归屋到现在生活机能完备的小木屋 将近50年的时间,是科学家们在北极的堡垒 现在我们这些维席的维席我们有一种各种不同的维席 像水屋,水屋,是白尿, occasion屋的浹冰 雪是表示 жел造的 当然我们有这个维席集团 我们这些维席分伐 我们所谓研究章我们对这个时候 主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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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Geomorphology, Hydrology, Climatology 這是Cafeora夏天的樣子 積雪消融露出大片褐土 冰川還在有大有小 或許幾年後回來 幾條小冰川沒了 這塊土地又變了樣貌 會怎麼變 就是這群極地科學家們關心的事 所以你會去這裡 這裡是超級低的 距離的部分 其實最近的距離 似乎是很近的 它是2米深 船是很危險的 它距離的距離 所以它是一個類似的滑 這個 其實是這裡是Paleo Beach Paleo Coast 這裡是很最近 因為水流出 河潮流出 河潮流出 很多河潮流出 現在有很多河潮流出 所以這很快的 新的河潮流出 台灣中央大學的地球科學家們 從2020年開始 進駐Cat Fiora 是透過波蘭籍的 台灣極地研究站主任 Jack 張文和 為雙方建立起合作關係 所以讓我們來看看 我來看看 什麼是多的 所有食物都在裡面 基本上 如果是餓 你可以來看看 你來看看 你來看看 這個地方 這是我們的 舌頭 所以我們 這裡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它是一個特定的 還有 在洗手間 我們只有2 第一 我們去外面 所以 通常 男生們去那邊 女生們去那邊 然後女生們去那邊 所以 就像這樣 一樣 這就是 Avats Mark 我猜 你已經知道 表演和圖片 我們去那一天 因為 很好的風 沒有風 我們會觸摸 他會觸摸 因為它是一件事 在北極做研究 都得實時注意天氣變化 北極要做科學研究工作 天氣非常重要 現在 今天我們的天氣 我們看到這起早 其實風吹得滿大的 而且正在下著雨 因此像這種天氣 對科學家來講 其實是不太能外出的 因為在極地 各種天氣狀況都有可能發生 而且帶來嚴重的危害 從台灣到Cafiora 超過7000公里的距離 科學家們雖然不想白跑一趟 也只能順應環境而為 夏天的北冰陽 融冰範圍逐漸擴大 速度一年比一年快 眼前的動物很可能有一天 也會跟著消失不見 大約在2億5000萬年前 發生了大滅絕的事件 大滅絕指的是生物物種 75%以上的消失 在我們看不到的海洋底部 有個熱岩環流 繞著地球循環流動 北冰陽的冰層厚 溫度低 海水密度高 能夠驅動熱岩環流 將表層的氧氣帶進深海 提供海底生物所需 但是當北冰陽的冰層溶解 導致海水密度降低 讓熱岩環流的驅動力減弱 甚至停止 深海裡的生物 失去環流帶進的氧氣 可能大量死亡 而生物死亡後 細菌分解屍體消耗大量氧氣 或是沒有被分解的屍體 發生厭氧作用 產生有毒的硫化氫 不管是流在海底 或是跑進大氣 都會影響更多生物 這就是科學家們擔心的大滅絕 在兩億五千萬年前 從二疊劑 甚至三疊劑的交界過程中 曾經發生跟類似 現在非常相近的 氣候暖化的現象 那現在的這個過程 跟當時很接近 我們每一年消失的物種數量 甚至比當時還要來得快 我們有些科學家稱為 現在叫做 第六次的大滅絕 原因就是人類所引起的 地球慢慢枯竭 大自然的循環遭到破壞 被人類影響最大的 就是氣候變遷 在極地尤其明顯 就是我們在講氣候變遷 有一個我們都會講說 我們世界的平均大氣溫度 平均海洋表面溫度 是如何的上升 這個平均值 是從很多的每一天 每個小時的資料 在不同位置累積 去平均而得到 所以這平均值的上升 其實這個變異的程度 也會增大 變異的程度就是 最高溫跟最低溫的差距 可能會隨著氣候變遷的發生 它的這個變異性會增大 變異性的增大 就意味著極端的事件 但是汗 老 熱 寒 這種極端事件發生的幾率 會越來越多 人類終究渺小 在廣袤開闊的天體間 得學著和大自然共生共存 你會做的